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摄照片的时候你用闪光灯 打到人的眼睛之后眼睛的视网膜自动去反射一个动作 他会自己把你的眼睛用一个红膜来保护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会有红颜 就是因为你用闪光灯去打到你被射者的眼睛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 一个红膜 所以会有红颜的一个状态 以前的照片比较长多 像我们以前用几照片之后会发现 以前不像处位相机一拍就知道 所以都是洗完照片才知道眼睛有红颜这样子 现在的处位相机你会发现我们在拍应该很少出现红颜 偶尔比较可能有些相机他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说你可能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那你的速度比较快 就是你按的快门比较快 他处位相机里面来不及去反应 就是说 他要去处理红颜这一块的动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会有红颜 所以为了上说明这个功能 我找了好多我的照片发现没有什么有红颜的照片 不容易找到有找到一两张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练习看看 然后之后会再介绍如何去去翻 然后每次这样子 然后最后再做镇间照片搜索页 我们今天大概会做这在这几个功能这样子 来 我们先开启一个Photocap 那首先我先示范一下怎么去销红颜 一样我这个照片这个主档已经存在我们的 我们的云端硬解里面 就40色大 大家如果登录Google 你们登录Google然后点选我的云端硬解里面 会有40色大 然后在40色大里面这里大概会有两张照片 这个档案就是这个我们的讲义 这个Word展 那大家回去如果要下载也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脑去 那应该让这个不会删 那40色大里面 之前有一些上课的素材 我有删掉一些 那我们今天要上课的素材 大概是这两个档案 那这张档案是我找到有红颜的 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按右键 然后你就下载 然后下载完之后 他这个档案应该会在下载 我们一样就是开 开启 那个photocap 然后我们去做载录的动作 好 那我们知道这张照片呢 是在下载这里 我们在西草的 我们在西草的 就是在那个 西草的下载 download这里 应该不是这一条 他的档案应该是在 这里下载 然后他的档案名字叫做 RAZE 我们按右键一样 因为这个都是 所有人下载都会在这里 我们把它先抠到我们的练习 我们之前有建了一个练习的一个目录 我们先把它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我们到西草 西草我们之前都有建一个练习 然后你就把它贴上 好 我们先做档案整理把它复制 到我们常用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开photocap呢 开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我们的练习这个资料里 找到这个RAZE 然后点一下 很明显看到 这颜色比较不一样 好 那这张照片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第一就是我们在这个工具列 这里有一个修片 修片这里有一个功能 你点下去这个向下箭头 它就有一个去除红柳 那 其实 这个是一个数位项面 那它 它这个都是数位化的颜色而已 那比如说 它在电脑档里面 它因为我们的人体反射造成 它在成像的时候有一个鸿蒙 所以 那个血软体的人它就很厉害 它就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处理 它是有一统的演算法 那做 这个动作 点选完这个去除红柳之外 它这里有提供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搜寻去除法 自动的 简单自动 自动法 另外一个手动调整法 你可以自己慢慢用 点准它之后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做法去调整 那一样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介绍处理影像一样 很多东西它都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 因为它颜色不一样 每次的那个生存度不一样 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我们首先先介绍用搜寻去除法 用最快的方式 那 绿色最灵 假设你都先不动 然后呢 这里会有一个抗杂性的等级 跟透明度等等 这些都先不要动 然后你就选门槛 其实门槛是比较重要的 门槛它就是说 看它的差异 红色的 跟眼球其他颜色的差异 如果门槛越高 那表示清楚的 会效果比较不好 那门槛越低 它会效果比较好 那这个底刷大小 就很容易可以看到 好像这个眼球这么大 那你发现这个红 红圈圈太小了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底刷 变大一点 你可以透过这里上下线去调整它的 宽度 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这里点一下 滑鼠点的这个 这里红色的箭头 往上拉往下拉 它就要小变大小 看一下差不多 那你可以让它再大一点点 覆盖整个覆盖过去 然后你就点一下它 然后现在两个不太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你就开始处理 好 那现在还有一点点 因为它有一个遮罩 你清除遮罩 你会发现这两个 比较不一样 红颜不见了 那如果说觉得这样看 不方便看 就把只有这么小绿的 要翻看 我们让它放大 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让它变成一个 1比1的比例齐 这样就比较大一点 你就可以比较明显看到 它两个颜色还是不太一样 这时候我们再把笔刷 变大一点点 再缩小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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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一点点 好 那你也可以如果不够大 你让它画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门槛再降低一点点 好 开始处理 诶 诶 又变少了一点 让你把笔刀剂比较散开 两个颜色又不一样 再来一次 那这时候呢 其实还可以透过一些 这些的色相 或者是颜色调整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处理照片 之前都有介绍过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慢慢的去 去调整一下它的那个 这些设定 然后开始处理 好 假设一次不成 你可以再多几次 让它慢慢的去处理这个 可以多处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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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来 好像还有一点点 按摄的地方 可以多处理几次 可以多处理几次 好 看所有地方呢 好 有发现本来这个眼球 旁边这里 呃 变得更白了 我们感觉但效果不怎么好 再来一次 那再换 看起来没有什么 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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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就是所谓的 你要用多大的力量把那个上面的颜色把它除掉的意思 再把它遮到遮起来 这样就有点大 手动的话 就可能要试出的比较多一点哦 那刚刚到正常自动的话应该可以很快处理掉了 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找的这一张这不是我拍的 这一张是在网络上就是一本课本里面的素材 我看这个红眼有点像他自己处理 那个解试试本的人自己做的不像正常的那个红眼 那这样子 这个有好一点 可以眼珠了 这个放低一点 好 好 那我们把它 回复到正常看 这个红眼就比较不见了 这里还有一点点 这里还可以再处理一下 好 我们压力再大一点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这一张就跟之前那一张 差很多了 那红眼就不见了 好 我先把它团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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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